记者于赵福基隆报道,国立基隆海市高职航海科学生吴应奎,过早看到卡通影片《航海王》对片中主角鲁夫勇于挑战大海的角色大为痴迷,再加上数数台师大公交系教授郑庆明鼓励不读高中读高职,经过近三年的学习,在今年全国学生技艺竞赛航海执重金手奖用夺第一名, 获得保送国立台湾海洋大学商船学系,全国高级中等学校学生技艺竞赛日浅落幕,国立基隆海市学生表现亮眼,共6人夺下金手奖,13人入选优胜,除了吴应奎夺金手奖第一名外,余业职重中,陈宏杰获金手奖第二名,陈炳佑或第五名,航海科陈燕旭及轮机柯林正伟,分获航海职重, 轮机执重金手奖第三名,轮机可第四名任大为,吴应奎说,他又年看到卡通影片航海王,向往航海生活,国中时对于该读高中或高职感到困惑,还好在台诗大公交系任教的叔叔郑庆明,以他自身为例,鼓励他高职生也能有一片天, 他看了各高职介绍,毫不考虑选择基隆海市就读,第一志愿填基隆海市航海科,第二志愿轮机科,总之就是想要出海看世界。